最後有一點點東西 一點點的這個 還有沒寫完的部分來看一下 我把結果run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的模擬器 這個地方比如說我今天給一個值 給一個30度 然後呢他最後這個地方按確定之後 這個地方86.0就出來了 大概就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按確定之後這個地方可以怎麼樣 把它去掉 讓他可以重新再輸入 那你就多一個set test等於空字串就好了 那裡面的話他就會把裡面的值清掉 然後只有這邊顯示 不過理論上如果正常要設計 應該是兩邊都相通的 也就是你這邊可以改 然後 另外一邊 假設是 華氏 那這邊就要做判斷 判斷這邊就要判斷說哪一邊空的 然後如果空那邊的另外一邊就是取得值 不過這個 比較複雜一些 我想這部分各位可以再去 思考一下 那程式要怎麼撰寫 最後一個步驟 來看一下 最後呢 前面我想宣告這部分應該沒問題 連結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三個 最後呢 set on click 之後的話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我要先取得什麼呢 取得這個 T01裡面的值 那取得T01的值非常簡單 你在前面先宣告個double double c 等於什麼呢 如果說 等於 當然這裡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從什麼呢 T01裡面去get test 對不對 get test之後後面請你再多一個tool string 把它轉換為 字串的 這個資料行別 然後呢但是前面是double 字串要丟給double一定是不行的 兩邊不相通啦 你不能說 這個明明它是一個 什麼形狀的 比如說圓形 你要塞到那個方形的 這個容器裡面一定是不能的 所以你怎麼樣呢 你要轉型 那轉型最簡單就是什麼呢 用 強制轉型的話 要轉型成為double 就是利用double 有一個類別叫double 對應到的就是 有沒有 double 特別注意喔 這個類別剛好 跟double的 型別 一個地方不一樣哪裡呢 大寫 對 這個大寫就是一個類別 小寫是一個型別 double小寫 就是這個型別 然後你要轉型的話 點 它有個 plus double 就可以轉 我習慣教各位 就是value of 為什麼 因為反正每一種型別 都會有value of 都可以轉型 那乾脆就記value 有兩種都可以 那你乾脆就記value of 不要記那麼多 value of 點一個v v的話就是value 一定會有value of value of就是說呢 可以把 這個後面的東西 強制轉換為 這個double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怎麼樣 選value of 然後呢 就把刮弧刪掉 移到後面去 直接再把刮弧結束 這樣子的話呢 填的東西就會自動 怎麼樣呢 轉換為 一個double 對不對 這個應該前面 java裡面都講的 很多了 所以如果你這個部分 型別的部分 不熟悉的話 請你回頭再重聽過 接下來取得c之後 我就知道它輸入什麼 那這個double是有小數點 所以你可以輸入 比如37.5 這樣的一個數字 它是可以接受 有小數點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要設一個公式 公式前面講過啦 反正就是 c乘上9除以5加上32